欢迎回到Tnews 林波网 全球领袖与创业家齐聚桃园 中立国际青商会成功的争取 国际青商会世界大会的主办权 以永续与科技为主题 展示环境模型 提供海外市场的衔接服务 也希望将我国的产品还有人文 推广到世界各地 桃园会展中心刚开幕 马上就迎来第一场国际盛事 由桃园市中立国际青商会主办的 2024国际青年商会世界大会 今天开炮 成功吸引全球青年领袖来到台湾 提升国际能见度 这个活动已经争取了将近八年 昨天也很顺利的启动仪式 由我们肖副总统带领张市长 国际青年商会世界主席 还有台湾总会长等人一起来 欢迎所有来自全世界 120个国家将近4000多位的青年领袖 大会以科技革新建构繁荣 及永续的未来 规划系列展览 会议及主题演讲等活动 来自日本的团队 透过树的意向 标达对绿色永续的重视 还有帮助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的团队 此外现场展示 由经济部能源署的互动模型 将生硬的能源议题 以有趣的方式呈现 因此我们规划的主要是八个架构 包含离岸风电 太阳能 深圳能 等等的这个能源转型的技术 那主要这个模型 主要是说希望说跟民众可以互动 就是说把能源比较生意的东西 转回比较有趣的方式 国际经商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社团 致力解决社会问题 并培养青年领袖 而桃园也将持续行销台湾的魅力 让来自各地的朋友在台湾留下美好的经验 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